记录世界上无数多的未解之谜的频道 你不能不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琪 欢迎收看今天的世界奇文录 上一期节目聊到古代电池八个达电池 而这一期节目我们要来聊聊灯泡 传说古埃及人曾经有过电灯泡 这从现在来看 简直不可思议 史前真的有高科技文明吗 世界各地相信史前高科技文明存在的人 都在努力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古埃及的灯泡可能就是证据之一 古埃及作为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国家之一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大量奇迹 在艺术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石雕画 丹德拉哈索尔神庙 Hazer Temple是埃及壁画保存最完好的神庙 这是献给女神哈索尔的祭祀中心 她也是拉美西斯二世为她的妻子修建的 神庙里有一个地下室 里面有大量的壁画 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石头壁画是古代工匠在寺庙建成后雕刻的 显然 要进行这项精细而费力的工作 我们必须有明亮的光线 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 这些光应该来自火把或者油灯 如果当时使用火把或油灯 内墙和天花板上会留下一些运破火的痕迹 然而 在对地下室中积累了5000多年的灰尘 进行了仔细的科学检查和分析后 结果显示灰尘中美有黑烟和油的颗粒 没理由使用油灯或火把燃烧过的痕迹 可现雕塑家在雕刻和会置壁画时 不使用火把或油灯照明 而他们是如何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下完成这些浮雕作品的呢 壁画的雕塑家是否使用了其他光源 这不禁让人怀疑 5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是否已经掌握了类似于现代电灯的技术 还有一种说法是 墓室是被铜镜从外面反射的光照亮的 但实验证明不可能 因为铜镜的反射能力太弱了 丹德拉哈索尔神庙的地下室非常神秘 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进入这个密室 里面很嫩 很窄 很低 墙上的石雕有许多奇怪的设计 其中许多与今天使用的工具非常相似 有一幅非常抽象神秘的壁画 里面刻着六个人 左边最高的人手里拿着一根巨大的棍子 形撞向狼牙棒 里面有一条蛇 底部有一朵花 在这根巨大的狼牙棒下 有四个小人 这些图形组合起来 看起来更像是电灯的组成图 灯管 灯丝 电线 电池 等等 有人推测花头是灯座 花金是电线 花里爬出来的蛇是灯丝 狼牙棒是灯泡 但是因为灯泡太大 需要弹簧和人埋支撑 根据传说 当大祭司使出法力并 说出一种奇怪的语言时 画中的长蛇就会开始移动 发出明亮的光芒 这个时候密室就会变得明亮通透 甚至空间也会变大 人在其中会感到无比的舒服 就像沐浴在阳光里一样 但只要大祭司离开这里 一切都会恢复如初 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个狭小的密室 密室中雕刻了许多壁画 但又没有使用什么古代照明设备 此外 地画的浮雕设计成这种图案 这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古人是否暗示 地画中的图案就是照明设备呢 一些专家认为 这可能是古埃及人的电灯泡 正是因为这些猜想 这幅浮雕被命名为丹德拉之光 而真正点亮密室的秘密 被大祭司藏了起来 他是唯一知道秘密答案的人 至今无人知晓答案 如果古埃及人真的有电灯泡 那电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他们还使用了上一期介绍的 八格达电池提供电能 让丹德拉之光闪耀 可是在埃及并没有挖掘出类 四八格达电池的装置 但目前人类已经知道 金字塔有一种叫做 金字塔能的能量存在 这种神秘的能量 已经被现代科学证明确实存在 因此 有些人认为金字塔 是古埃及人的发电站 所以 有电有灯泡 在黑暗的地下密室里刻化 绝对没问题 本期节目分享到这里 你觉得丹德拉之光 是否真的是古埃及人的灯泡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 我是小琪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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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